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到来 福气社区关怀协会今年特别推出伯爵红茶 以及有金玫瑰的无油戚风蛋糕 除了制作难度增加之外 在甜度上也做减糖处理 希望让妈妈都能够吃得美味又健康 协会也强调所有的蛋糕制作 全都由肾脏学员协助烘焙 尽管动作不是很流畅 但每个蛋糕都是这群肾脏朋友们的满满心意 欢迎民众多多来选购 将食材依照比例称重 接着进行打发和烘焙等步骤后 就能做最后的装饰 尽管动作不是很流畅 但每一个戚风蛋糕 都是由福气社区关怀协会的 身杖学员协助烘焙而成 其实我们都是以两个人一组的方式 来进行称料的部分 那有些动作执行的比较好的学员 就会帮忙例如说过筛材料或者是称料的部分 那学员数字能力辨别能力比较好的 就会来就是做看 看称 看电子称的数字来去判别就是你的料有没有称 感大母亲节党旗福气社区关怀协会 首度推出了伯爵红茶 以及有机玫瑰的无油戚风蛋糕 协会表示 一般坊间所贩售的戚风蛋糕 有九成以上都会用到大量的植物油 想要制作无油版的戚风蛋糕 除了制作难度增加之外 在甜度上也做了减糖处理 希望让妈妈们都能吃的美味又健康 第一环是有机玫瑰 那有机玫瑰我们是使用屏东大花农场有机的玫瑰下去制作的 那制作的过程我们都会用 就是美花干跟美花果泥下去制作 那我们第二种口味就是伯爵红茶口味 那大家很常听到就是唐宁伯爵茶 我们会用原茶叶就是要制作的 要制作前才会就是把茶叶就抹成茶粉 就让大家吃到最新鲜的茶粉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最大的特色是 我们是没有用任何一滴油下去制作 对 然后吃起来口感就是蓬松 然后就是不会那么有负担 像一般外面的蛋糕的话 因为有加油的部分 就会吃起来口感比较重一点 那我们这款蛋糕吃起来就比较轻盈没负担 然后糖也加的就是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协会希望透过行销推广拉抬买气 所有盈余未来也将作为生肠学员的奖励金和学习金 欢迎民众多多选购 一起用实际行动支持生肠学员 介绍伯瀚台中采访报道